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起源于1895年芝山岩学堂 历经九次更名与改制 2005年正式升格为国立台北教育大学 学校发展愿景为 以教育创新师培领航 专业跨域创新学员 产严趋势研发基地 社会正向发展重镇 健康乐活永续校园 整合创新特色大学的教育一文 与数理科技整合创新之特色大学 现有三个学院 教育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 理学院 全校共有19个系所 三个国际学位学成 现任教职员工约470名 学生总计约6200名 研究生约2800名 大学部约3400名 其中大学部师资生约占47% 教育学院共有八个系所 含12个硕士班和两个博士班 教育学系培育全方位国小教师与教育工作者 专长学习设计 教育科技 教育创新与评鉴 生命教育 培养学生以创新的教育方式提升教学能力 并接轨教学现场 拓展教育智能 强调理论与实物并重的课程 社会与区域发展学系 从全球区域的观点 探索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的发展趋势 培育学生都市规划 景观设计 社会关怀与教育的多面向人才 特殊教育学系 培育优质国小私优 特殊教育教师 幼儿与家庭教育学系 培育具备叙事素养的幼儿园教师 磨镜磨镜 儿童剧团年度公演 年年都精彩 教育经营与管理学系 专长教育政策 经营管理 校长培育 课程与教学传播科技研究所 培育具备课程研发 教学设计 教育训练 数位学习 或创新科技媒体应用与创新能力之中高阶专业人才 除了担任教师 亦可从事教材研发 教育训练 科技企划及新闻媒体等工作 心理与资商学系 以优质的资商实物教学 培育心理师和国小辅导教师 小辅导教师 人文艺术学院有六个系所 七个硕士班和一个博士班 语文与创作学系 培育语文教育、文学创作、华语教师 阅读与写作教学的专业人才 台湾文化研究所开设多元文史课程 培养台湾文史教学人才 致力于提升台湾文史研究水准 儿童英语教育学系 培育台湾顶尖国小英文师资 扎实的海外实习课程 学生具备全英语教学能力 音乐学系 培育全方位音乐专业表演与教学人才 艺术与造型设计学系 艺术与造型设计学系 艺术与展设五大专长 目前以跨域整合博士班为引领 朝乡培养具有宏观全球视野 学用合一实践能力人才前进 文化创意产业经营学系 培育文创之创新设计 与经营管理的整合性人才 文化创意产业 学院包括五个学系 含五个硕士班和一个博士班 数学即资讯教育学系 是全国唯一整合数学 与资讯教育的师资培育学系 自然科学教育学系 有完整的大学部、硕士班、博士班 也是全国唯一 培育国小科学师资之学系 体育学系 培育体育教学 运动训练、疲育行政专业人才 具备举办赛会与表演活动 计划管理实务经验人才 资讯科学系 培养高科技资讯研发设计人才 建立多元资讯整合能力 强化资讯创新应用技能 教学涵盖、网络与多媒体 计算机系统 与智慧型科技等三大方向 数位科技设计学系 发展重点在智慧终端的互动应用设计 师生参赛屡获加基 中文字幕提供 当代艺术评论与策展研究全英语、硕士学位学程 培育具备亚太当代艺术与策展能力、全球竞争力艺术人才 学习与教学国际、硕士学位学程 聚焦于研究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实践 东南亚区域管理硕士学位学程 即东协人力教育中心、东南亚教育及管理人才培训基地 并为东协国家台商培育所需在地人才 图书馆 图书馆设置有高互动功能的创意未来学习中心 及活泼的开放学习讨论空间 拥有珍贵的日志时期藏书 视听多媒体及丰富的国内外小学课程教材 泳建馆 具体标准的游泳训练设施 北施美术馆自开馆以来 举办数党与国际合作的展览 如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法国罗浮宫等 其中续曲展被亚洲颇具声望的CANS当代艺术杂志 票选为2012年亚洲最佳当代艺术展览 同时 北施美术馆目前议为教育部美感教育实验计划 北区大学基地 负责中等学校美感教育种子教师培育与课程研发 师资培育处 推动本校幼儿园、国民小学、 特殊教育之教育现场见习、集中教育实习等 使本校成为教育实习制度之典范 华语文中心小班教学 课程以介绍台湾特色与中华文化为主轴 整合听、说、读、写四项能力 融合华语文之人文艺术性与语言实用性 推动国际学术交流合作 与国外大学地结姐妹校双联学位协议 办理交换生、海外实习与实地学习课程 建置国际化友善校园 培养学生国际事业与跨国移动力 办理职业辅导、职场百工图、职业兴趣探索、 增能讲座等职业辅导、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 高教深耕计划 多元性质社团 提供学生一展才华的机会 并培养团队合作、沟通表达等软实力 为未来进入职场做准备 原住民族学生资源中心 提供原民学生生活、课业及生涯辅导 并结合社团、推广原住民族文化 鼓励学生于寒暑假投入偏乡服务梯队 受服务学校及人数位居全国之冠 师神清善大使专业服务获得肯定 多次担任双十国庆礼宾人员 杰出校友遍布、艺术、教育、文史、法证 郑士凡、李石桥、李则凡、李梅树等 都出自本校 国宝及音乐家邓宇贤 创作有筷智人口的四季红、月夜愁、望春风、雨夜花 近代国家文艺奖得主潘黄龙、杜黑 以及声乐家简文秀 同在台湾音乐史上有杰出的贡献 漫画家刘行青、诗人习慕容等 皆是本校杰出校友 本校2013年 赤姿重新建设校使馆 典藏百年素人珍贵的历史文物 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拥有优质的教育、人文、艺术、 数理与科技特色及师资 127年来培育许多卓越人才在各界服务 享有国内外声誉以及肯定 因应高教竞争与少子化及社会快速发展的威胁 我们盘点既有基础和利基 归纳出接轨师资培育新趋势 提升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强化细索研发量能 并与产业链结 善尽大学社会责任 完备教职员工生照顾 提升国际声誉与排名等关键议题 以结果管理的方法设定六大发展愿解 首先我们将建立本校教育创新 师培领行地位 本校拥有师资培育优秀传统 因应2030双语国家计划 及十二年国教新课纲的目标需求 我们积极强化培育学生具备素养导向 以及跨域教学的能力 并推动双语专业教学 本土语言、原名师资培育 偏乡与美感教育等 培育福音、教育创新的优质师资 其次是建构本校成为 专业跨域创新学员 因应产业创新跨域人才的需求 我们开设弹性学分学程 及家住领域专长学分班 培育多元人才 并结合系所特色专长 设置融合教学、研究 与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 品牌特色中心 例如心理智商及健康促进研究中心 教育领导研究中心 儿童发展中心 阅读与写作中心 也设置方南心理智商所 有效地与产业链结 提供学生学习机会 同时精进老师教学及研究能力 并行销推广系所特色品牌 希望建构本校成为 产严趋势研发基地 本校立基于教育益文 及数理科技领域的强项优势 稳定地与政府部门 签订委托或补助研究计划 并积极争取产观学研各项资源 提供师生跨域实践与研发 以接轨产业创新趋势 也扩大奖励教师进行国际研究与发表 近年来教师国际研究期刊发表述 平均入文引用率均稳定提升 希望建构本校成为 社会正向发展重镇 本校积极从实验教育 社区关怀 偏乡与乡村教育 本土语言及原名师师培育 美感教育 怀文教学 中小学教师及社区居民心理知识 儿童早疗与发展协助等面向 来善尽大学社会责任 同时也设置校务研究 及创新永续发展中心 有效整合校内外资源 加速达成联合国多项社会正向的 永续发展目标 建构本校成为健康热活永续校园 我们办理员工乐活体士能课程 结合心理智商及健康促进研究中心 及方南心理智商所的服务 守护全体教职员工生的身心灵健康 促进共荣共好 同时积极活化校场 增设教学与研究空间 以有效协助各系所创新永续发展 最后我们希望建构本校成为整合创新特色大学 本校2022年接受英国高等教育机构 QSSTARS评比 在校务发展整体评分 或四颗星认可 其中教学、就业、设施、包容性等面向 更或五颗星加基 本校近三年连续入榜 QS亚洲最佳大学前500名 近两年连续入榜 天下USR大学公民公立一班中型大学组 排行前五名 及远见杂志台湾最佳大学排行榜 文法上大学前30枪中的前12名 2022年更荣获国家图书馆的 台湾学术资源影响力 学位论文开放奖全文被下载率 奖项公立大学组第一名 显示本校学术影响力扩大 品牌及声誉接轨国际 未来本校将更积极以社会发展趋势为导向 持续经济 教学研究服务行政及品牌的整体绩效 以提升学生的就业及创业竞争力 同时使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成为 教育艺文与数理科技整合创新的特色大学 进而创新永续 慢向卓越 百年传承创新发展 国立台北教育大学 与您创新您的未来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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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